最近一桩案子震惊上海 一个女孩被人家尾随杀了 这个案子当然警方还在处理当中 但是引起了很多人对老旧小区的鄙视 或者对老旧小区的评论 很多新上海人来上海落脚的第一个地方 应该还是市中心里面 毕竟来上海首先是方便工作 离工作地比较近的一般也都是在城区里面 所以落脚到老旧小区 既符合自己刚刚到上海的状况 也符合这个经济状况 所以这位美丽的28岁海归 他就是选择了上海的这么一个老旧小区 具体位置是处于这个长林区的叫信福小区 信福小区这个地方呢 其实位置是相当不错的 你知道外面就是华山路 华山路 然后从平武路这边过来 这边是有番禹路 是吧 这边叫信福路 所以这个小区的名字也就叫信福小区 我有朋友是住在附近 但这个小区我还真没进去过 但是走过这边 曾经对信福路这条路的路名 也是比较有印象的 那附近的这些 还有甚至于就是说 在旁边曾经还有一个地方 是这个叫什么 英国总领室 住户总领室的这个官邸 所以我也从这走过好几次了 但是没成想这一次尾随的 这么一个案子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但是就在这么一个很好的位置区域呢 这个小区的条件却不怎么样 是一个老旧的小区 所以这种叫上海人也叫老破小 就这样的老破小的房子呢 确实你说生活在那里面有有多少的问题呢 大家基本上都会说 哎这个下水道怎么样了 这个电线又怎么样了 反正总之是一大堆的问题 虽然外面是非常棒的 但是到了内里的时候呢 哎你总会觉得这地方 跟这个现代生活 其实还是有很多格格不入之处 你大概可以看到 就这么一个状况 门口就是这个垃圾啊 垃圾成堆是吧 这个 这有施工的 这个 这些墙壁也是很成就 这个叫幸福小区 打门 管理上比较松是吧 这个进出小区应该是比较方便的 这边这堵围墙已经没了 这汽车就直接骑在这呢 所以这个小区你看 跟后面的高楼大厦 跟这些比相比的话 确实是显得破旧不堪 但是在上海啊 刚来上海 你有什么办法呢 哎我就知道这个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住户总领室的官邸在这边是应该是非常高档的房子了啊 但是租房能在这找一个便宜的在这么一个区域找一个便宜的房子租下来也确实是不错的事啊 所以在上海生存啊对于互漂来讲真的是蛮困难的 所以啊这件事呢我觉得是一个个案极端个案非常小概率的事情啊 其实到上海还是得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啊 毕竟每一个人都向往着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也是需要靠奋斗一步一步走来的 MING PAO TORONTO